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四周國際界節目 現場 今天視頻 我們會好單眼 大家好 關心日本禮拜內 代本世界兩泰景峰 第一次是今天安保的收聽 當然是日本世界形勢 今天有請到經濟台後國際 關於研究中心的財政家高修 為大家來討解 教授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他說這個禮拜日本為這個 我們說印太地區 是說全世界帶來兩大震撼 第一個就是他們修訂了 安保的戰略 再來就是日元 日本的利率實質上的升息 我們叫實質升息 那我們現在來聊安保的三文件 那我們看到日本政府 在剛好上個禮拜五的時間 他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 國家防衛戰略 還有防衛力整備計畫 這三份的文件 我們稱為安保三文件 那我們看到這個內容 當然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樣 可不可以先請教授來幫我們 大家解析一下他的內容 跟以往安倍一直推的安保的原則 來比較的話差別在哪邊 我認為這個是安倍時期 從2012年以來也要把日本 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要來去拆解所謂的一個憲法第九條 對日本的一個限制的一個延續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個 岸田塔的一個突發奇想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日本整個的一個戰略性 的一個改變 其實從文字上我們可以看到 從2012年之後 在日本的一個防衛白皮書當中 對北韓跟俄羅斯的一個論述越來越少 對中國大陸的一個論述越來越多 那所以其實那個表面上 中日兩國好像還是還是一個這樣子 冒合神力 對 也有好的一個關係 但實質上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日本現在的一個什麼潛在性的一個對手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我們之前在看日本的時候 我們常常忽視了一個現象 我們在看那個整個東亞地圖的時候 我們是由上往下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是怎麼樣來去看整個的一個 那個東亞的一個情勢 從這一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橫著看 它是橫著看 橫著看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是在上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整個從北海道 一直到本州 然後甚至一直到那個九州 在沖繩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張地圖當中 這橫著的一個地圖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日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是在西南海域 這西南海域一直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突破口 還有有沒有看到臺灣的角色 臺灣就是在那個什麼 在這日本的一個整個的一個 防衛力的一個什麼 防衛保障當中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角 也這裡就是為什麼安倍說 臺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因為臺灣早就被日本 列在這樣子的一個防衛當中 所以在這我們可以看到這整條 大概將近三千公里的一個 這樣子的這樣子的一個防衛線當中 中國大陸最有可能的一個突破口是哪裡 甚至聯合俄羅斯想要來南北夾擊 日本的一個整個的一個什麼國內的一個焦慮感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安倍時期呢 他是在做什麼 他在解禁集體自衛權 日本解禁輸出武器三原則等等 那其實呢就是要把日本慢慢成為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 那這次他要補助那個什麼 他要補了這樣子的一個缺口 安倍做了一個框架 武器輸出三原則的一個原則 日本捷徑集體自衛權 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 但是日本要怎麼做 這一次岸田的一個什麼的一個三文件 就是指導 第一個防衛力 日本要強要加強防衛力 第二個日本要加強反擊力 第三個日本要強化他的一個什麼的一個裝備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三個文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加強日本的一個裝備 武器的一個裝備的一個能力 加強日本反制的一個能力 不在過去的一個什麼 我只守而不攻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戰略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很重要就是說日本必須要有什麼 必須要第一級的一個什麼的一個反擊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次的一個什麼 這一次的一個三文件 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日本接下來的整個防衛政策的一個 指導的一個原則 老師那這樣子的話你說日本 他是不是已經放棄他 就是要專守防衛的這個原則 反而變成是 以前大家都印象都是說 在美日的當中 日本為盾 美國為毛 那現在是不是兩個互相為盾 為毛 當然就是說其實應該是什麼 日本為盾 美軍為毛 就是就是已經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已經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改變了 那其實呢那個什麼 那個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他為什麼會有整個這樣子的一個 情勢的一個改變 其實沒有美國的默許 日本是不會踏出這樣子的一步 那剛剛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說那個主持人說 日本是不是其實已經改變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專守防衛 其實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時候 日本早就已經跳脫這種專守防衛 我們可以看到說 集體自衛 日本的過去的一個集體自衛權是什麼 美軍沒有動 日本的自衛隊是不能動 但是解禁集體自衛權 掙脫了之後 不用美軍 他只要告知美軍他就可以動 那所以過去呢 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對於那個所謂的北韓 或是俄羅斯 或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外來的一個攻擊 是非常被動 他們攻擊你你才能反擊 但是集體自衛權解禁了之後 日本其實就具有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這是不能說的能力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只能做啦對不對 對只能做不能說 所以呢 那個中國大陸呢 最近不是很緊張嗎 一直找日本來探 這樣子的一個虛實 你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真的要這樣子做嗎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日本呢 通常在對外政策上的一種什麼 的一種做法 他通常只做 然後不說 說的少 但是做的多 那表面上好像沒有改變 實質是有重大的一個什麼 其實是有一個重大的一個突破 那這個最主要就是要什麼 就是要強化日本的一個整體的一個防禦的一個戰力 跟整體的一個防衛的一個能力 現在日本的一個民意 你說要修憲 日本修憲門檻很高 參眾兩院要三分之二通過 那那個日本還要送交什麼 那個民意的一個表決要二分之一通過 那大家都說 那你現在岸田那個什麼 自民黨跟維新會 有沒有 加起來已經三分之二 參眾兩院過吧 但是最大的一個叫做民意不支持 民意不支持 那你民意不支持的話呢 你就只能靠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靠這樣堆積木的一個方式 來去拆解這樣子的一個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平憲法 對他的限制 那這樣子在日本的這個整體防衛的需求大增的考量之下 你看到日本也上調了他的所謂的防衛經費 你看2023年到2027年 預計要編列43兆的日元 甚至到2027年要讓他們防衛非占GDP百分之二 達到所謂的北約的這樣的標準 那你說這些裁員從哪邊來 日本有可能做得到嗎 日本其實他是世界上舉債最高 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現在編列的一個這樣的 的一個什麼 這樣子的門檻 是現行的1.5倍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那個其實對日本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防衛支出 大概有這樣百分之一 那其實2000年之後 他已經突破這樣子的一個百分之一 那這次又到了一個什麼 這樣子百分之二的一個門檻 那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日本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強化自己的一個裝備 但是現在日本的一個整個防衛能力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在什麼 是在人 現在人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自衛隊 日本的一個自衛隊的一個人數 不論是陸海空架起來 大概是20萬左右 其實也是很節制 對 人力是什麼 人力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少 所以現在面臨的一個什麼 武器多 但是是什麼 但是人力少 所以他只能做一些什麼 他只能做一些 例如說以選舉來講 他只能做空戰 他陸戰根本沒有辦法 你知道嗎 組織戰沒有辦法 所以他只能什麼 他只能利用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最先進的一個科技性的武器 來去做威嚇 但是真正要到登陸作戰 甚至是到一個什麼登島作戰的時候 日本會面臨非常大的一個壓力 所以現在日本國內一直在講 說在這個自衛隊的一個 怎麼樣來去強化 自衛隊的一個戰力 跟自衛隊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人力 但是現在很麻煩的是什麼 日本的年輕人跟臺灣要不當兵 你知道嗎 我們臺灣是正兵制 但是日本是用用募兵的一個方式 我們都知道說自衛隊 他的一個薪水 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個軍隊了 但是日本的一個年輕人 還是不願意去當兵 所以我覺得呢 人自衛隊的一個擴張 跟自衛隊的一個人力 怎麼樣來去擴大 我覺得這是日本政府下一步 他頭痛的一個問題 是 老師這一次 我們看到這個日本 調整這些安保文件之後 其實對整個亞太區域來講 似乎也帶來一些影響 韓國其實也蠻擔心 明明韓國不是目標 他也很擔心 那北韓也說這個日本 對不對 然後中國反彈很大 然後對臺灣的影響又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一個 把自己的一個軍事能力 把它給擴大 那我會覺得是說 我一直在強調 這是一個監禁式的 其實周邊國家 其實大概都知道 也都有因應 他們這次在說的只是放一些馬後炮 他大概知道日本必須要這樣子做 而且這背後是有美國的一個推力 那日本跟韓國都是美國在東亞的一個盟邦 日本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擴張 韓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心知肚明 而且美國現在積極想要促成 美日韓三邊的一個軍事上的合作 會有影響嗎 什麼 這次的安保三文件對這個軍事合作會有影響嗎 當然會有影響 因為過去那個韓國跟日本的一個什麼 合作的一個意願不是這麼高 但是呢 影席月上台之後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其實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但是你要合作 必須要對 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對稱嘛 兩個國家的軍力 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去均衡 攻擊能力 跟制衡能力 反制能力 都要什麼 都要相互上的一個搭配 所以日本是把自己的一個什麼 軍事上的一個實力 把它給什麼 把它給填補上來 所以我一覺得是說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 為美日韓之後的一個 軍事三邊合作 來去做準備 那當然北韓 他也知道有沒有 北韓知道說 日本他強化他的一個軍事能力 主要 當然主要目標是中國 但是次要目標就是什麼 次要目標的 反擊能力 就好像有點像反擊 最近北韓不是在射飛彈嗎 對 就是說日本說 我們有能力把他射下來 什麼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反擊力 那我也覺得是說 大家必須要去關心的是什麼 我們必須撇開朝鮮半島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日本強化他的一個軍事能力 必須要關注的是什麼 中俄 中國大陸跟那個什麼 跟俄羅斯 俄羅斯呢 最近跟中國 因為俄烏戰爭的一個關係 兩個國家在軍事合作上 是非常的一個什麼 非常的一個密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中日兩國他們會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那個 聯合的一個軍演嘛 那這次不是也是距離台海的一個位置 非常的一個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中俄兩在日本的一個軍事能力 逐漸強化了之後 中俄兩國在軍事上怎麼樣來去什麼 怎麼樣來去合作 對日本來去進行聯合 一個北方一個南方的一個南北夾擊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看到 整個的一個東亞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戰略情勢的一個改變 好 那我們這個老師這個議題 我們就後續繼續再來觀察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再來聊 我們請客觀一下 大家繼續過來 討論到的議題 還是那個日本改的行程 日本要好 先關心 小明星 大家好 還在各位觀眾 節目的憲聖 說好了 關注的 日本一天 日本代表整合日 日本運航 正算有通過 挑針到 orence 兩年 怎麼念 那今天的應報 今日證明 蔡震華高雄 我們大家再介紹 但是我們現在在聊 另外一個日本本週帶來的震撼 就是在全球大升息的時代 在日本銀行似乎也動手了 黑田東彥他也宣布 說要把這個長期的殖利率 從本來的0.25%上調 到0.5%的區間 各界都解讀說 這叫做實質升息 但我們先來聽一下 日本的黑田東彥怎麼講 他說這不是升息 不能算是調升利率 什麼升息金融景縮 完全不是為了這樣的企圖 那教授您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 這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在防衛力的時候 日本表面上沒有解禁自衛權 實質上是解禁自衛權 日本在這個 他說他是沒有升息 實質上就是升息 這個就是日本人 喜歡玩的一種 兩面的一種手法 實質上就是讓你什麼 表面上讓你看不出來 實質上他就是 這麼樣的一個做 那為什麼黑田呢 他會說我們沒有升息 一直要去強調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風向 他不想讓日本產生了一個什麼 日本已經升息的一個這樣子的風向 因為日本的一個經濟 從90年代 泡沫經濟破滅之後 日本的經濟一直是起不來的 那從2011年的時候 日本過去是第二大經濟體 2011年被中國大陸追過 成為第三大 今年被德國追過 成為第四大 所以日本的一個經濟 其實是一直在什麼 是一直在衰退當中 這個是日本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那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黑田不能講說 他是要升息呢 因為這會造成什麼 這會造成日本國內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恐慌 所以他只能一個什麼 悄悄的一個什麼 來調漲這種 而且調漲長期的區間 對 我沒有立場 我沒有馬上調 對 我沒有馬上調 這是未來調 就好像那個什麼消費稅 就是說 我也是這樣逐步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調 那日本現在面臨最大的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什麼 2012年的時候 還記得嗎 安倍的三字利劍 安倍的一個三字利劍 就是要用日元貶值 寬鬆的一個貨幣政策 然後要把日本的一個經濟力 把它給帶起來 特別是那個消費的一個能力 日本的整個GDP當中呢 有六成是靠國內市場 有四成是靠出口 所以他必須要把國內的一個什麼 國內的一個消費能力來帶動 安倍那個時候的一個日元貶值 就是要促進出口 就是日本的出口場 然後他把整個整體的一個薪資 帶起來 那個是當時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但是從2012年到現在 日本的一個整體薪資 並沒有什麼 並沒有被帶動 也並沒有被什麼 也並沒有被帶起來 但是 這波疫情 把全球的一個通膨 日本也面臨很大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通膨的一個壓力 那最近到日本 最近日本解禁之後 台灣很多觀光客到日本去 哇 日本變貴了 有沒有 日本的一個物價 明明日幣貶值 但是東西變貴了 對 東西變貴 變三成啊 什麼什麼貴的三成 這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日元的一個貶值之後 那那個日本的一個進口的一個東西 就變貴了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這樣整體的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惡性的一個循環 那黑田他這一招 他是想要做什麼 日本還是維持實質上的一個利率 現在還是負0.1 對 利率還是什麼 利率還是非常的一個寬鬆 他想要做什麼 他當然就是利用這樣子 把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什麼 那個國債的一個持有國 也就是外債的一個持有國 他未來會調升 錢要什麼 錢要把它給揮回來 所以這些錢呢 大舉的一個什麼 日本在國外的這一些 持有國債的這一些人 然後把錢揮回來的一個之後 來去促進什麼 日本經濟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但是你這個想法呢 又不能動了什麼 又不能動了日本的一個整體的一個什麼 得一個他的一個根本 他的根基你不能動 但是呢 他想要用這樣悄悄的一個方式 把錢揮回來之後 日本的一個經濟自然就什麼 日本的一個經濟自然就活絡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一直在講說 日本那他們當時呢 這個安倍的那個什麼 得三支利箭 不怕造成整個的一個通貨的一個膨脹嗎 其實日本呢 從一九八八年 泡沫經濟之後 其實日本的一個物價 其實調得非常非常的一個少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到日本去坐計程車 大概起跳價是七百一嘛 那你要知道一九八八年那個六百五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八八年到現在 三十多年才調漲三十塊 六十塊日幣 對才調漲六十塊 六十塊日幣是台幣多少 十五塊二十塊而已嘛 你看三十幾年 我們台灣的計程車是多少錢 現在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當時安倍他不怕通貨膨脹 他要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因為他深信 只要這樣貸薪資就會貸 但是現在發現 薪資沒有帶起來 日本從二零一二年一直到現在 整體的一個薪資只成長到百分之五 感覺好像薪資躺平了 對薪資的一個躺平 最近大家不知道說 我們台灣的GDP超越日韓 對不對 這個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台灣在成長 但是日本是在什麼 日本是在那個原地的一個踏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一個 面臨的一個兩難 他還是必須要維持他的一個什麼 寬鬆的貨幣政策 零利率來去那個什麼 來去支撐日本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經濟 我覺得這個是黑田這一次呢 只做但不說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老師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現在 他這個消息一公布出來 日圓馬上飆漲 對 漲了大概三百分之三點多 對 這個幅度跳得很大 對 那老師你怎麼看這個日圓未來的走勢 甚至是他會持續走強嗎 我覺得應該是也是持續的走強 而且是階梯式的一個持續的一個走強 日圓的一個貶值其實已經是什麼 已經到達一定的一個什麼 等一下說是觸底了 對 已經是已經是觸底了 你知道嗎 那個日圓的一個貶值已經到達那個什麼 1990年代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但是呢 那個時候的日本的經濟力跟現在是什麼 跟現在是不能比 所以日本已經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本錢 讓日圓這樣子的一個大幅的一個貶值 還記得之前呢 大家一直在換日幣嘛 對不對 他說換日幣到日本去變便宜 換了日幣之後 哇日幣好便宜 但是到日本去哇東西變貴了 互相一抵 好像也沒什麼賺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就是那個日圓呢 我覺得他得一個什麼 他的一個在那個什麼 一個半月前 他觸底之後 他接下來就會持續的一個什麼 持續的一個升值 他不會升太快 升太快的時候 日本好不容易的一個什麼 要利用這種後疫情時期的一個 出口的一個這樣子 來去支撐那個什麼 他的出口 他這個就會受到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 日本現在開始解禁了 你日圓升值觀光客不會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日本很關注 所以他不能什麼 他不能升得太厲害 他升得一個太厲害的話 日圓升值 國內物價又漲 觀光客哪會來呢 安倍那個時候說 二零二五年要有五千萬的觀光客 現在就是要什麼 現在就是要大開國門 日本現在面臨的一個高齡少子化 剛剛有講到日本 他的GDP有六成是靠國內的一個消費 現在日本的一個高齡化的 老年人房子有了車子有了 他不消費嘛 怎麼辦 年輕人也沒錢消費 就靠觀光客嘛 所以這個就是日本靠觀光客來消費 那觀光客最怕的是什麼 東西變貴 東西變貴 錢變貴 對錢變貴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所以黑田他會什麼 他會緩步的一個什麼 緩步的一個升值 緩步的但是幅度不會太大 他最重要就是要什麼 就是說國外的錢趕快匯回來吧 所以說其實是有影響到 各國的這個貨幣的影響 日元的升值 對對對對對 因為日元本來就是一種什麼 就國際上也算是一種強勢的一個貨幣 我們看東亞大概就是日元跟人民幣 所以日元的一個升值 當然會帶動整個的一個什麼 亞洲國家的一個貨幣 也會跟著什麼 也會跟著升值嘛 但是要看他的一個幅度有多大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日本 你說他這個是為了什麼 當然是為了他自己國內的一個 為了一個國內的一個經濟 岸田現在民意制度多低 百分之三十 最重要就是什麼 你之前講的一個什麼 你經濟要復甦 你要去說短所謂的一個貧富察覺 你都沒有做到 所以他當然要什麼 他最重要就是要解決這樣子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問題 那有人說黑田過去是寬鬆貨幣 得一個什麼主要的一個參考者 結果他臨去秋波之前 對 你現在要下台之前 你做這樣子的一個政策改變 其實他是不得不改 老師那你怎麼看 就是有人預期 因為在黑田任內還有兩次的這個會議 那他之後還有可能在這樣子做實質上的升級的決定嗎 那日本的寬鬆政策會不會在明年開始緩步退場 我覺得要看什麼這一次的一個什麼這一次的一個調升 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效果 對日本經濟上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說這一次的一個緩步的一個調升 這種這種那種什麼 這種緩慢的一個像這種中藥緩和 這種溫和的一個什麼 溫和的一個這樣子的做法 對日本的經濟有刺激的一個作用 也許他下次他就不會做 但是發現說好像力道還不夠 那他下次可能又會再什麼 又再調個0.25怎麼樣等等 那至於說未來會不會改變 日本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寬鬆貨幣的 因為現在是超寬鬆的 對這樣子的一個政策路線 我覺得日本已經走了30多年了 這種超寬鬆的一個貨幣政策 走了30多年了 你要一夕之間把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什麼是一個那個貨幣緊縮的 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有點像是讓他貨幣正常化 老師這樣不可能 不容易 而且日本人是不喜歡什麼 劇烈劇烈的一個改變 日本人很保守很守承 他已經日本人已經習慣了 這樣子的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你要一夕之間要把它變成這樣 我覺得日本是日本 他是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只能一個緩步的一個來去做 那至於你說會不會明年來去結束 我不會這麼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至少這個大概就是 如果以日本人的一個做法 他要改變這樣的政策 他必須要三年的一個什麼 需要這麼長來醞釀 對 醞釀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緩衝 日本的決策是什麼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緩慢 你看黑田現在才做這樣的決策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半年前 甚至八個月前 很多人就要講說 日圓有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有這樣子的一個貶值的一個本錢嗎 但是日本就按兵不動 世界上的一個貨幣都升值了 就是日本按兵不動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內部的一個政策 他的一個整個的一個決策過程 是非常的一個緩慢 是跟不上什麼 整個的一個時代的一個 對那個時代 推進的一個關注 進來整個招 gibi 能夠就打過 並且馬最大 無聊天 調整整個制作